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個高價商品不好賣的這個迷思 我在29歲那時候創業 我賣的一個伺服器的產品 那是一個軟體 包含這個主機 電腦主機的硬體 這樣變成一個Linux的伺服器去銷售 當時我剛創業不久 所以我覺得商品應該要越便宜 才能夠量大賣的越多 賣的越多才能夠賺到越多的錢 後來那個商品我每次都只賣三萬多塊 一台主機賣三萬多塊錢 然後跟我買的人 大部分都是個人創業或者是小公司 大概在10人以下的中小公司 中小企業 結果我做得非常的辛苦 我就把它做了兩個網站 另外一個網站 我都賣10萬台幣以上 你猜猜 狀況是怎麼回事呢 10萬以上的那個網站來的客戶呢 都是上市上櫃公司 公司的員工至少都超過50到100人以上的公司 我那個時候才了解 原來不是高價商品不好賣 而是它會區隔不同的群眾 也就是你的客戶目標或是兩個不同的等級的族群 所以並不會因為你高價商品就賣不出去 而是你必須要充實你的專業知識 讓你的高價商品的客戶可以跟你購買的時候 讓他們能夠安心 放心 因為他們覺得跟你買了 你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所以跟價格沒有關係 假設這個商品的價格是貴的 那客戶會覺得如果可以幫他創造的價值是高於這個價格 他就不會覺得貴 比如說上市上櫃公司 他們一年的營業額都好幾億 幾十億 他買你一台伺服器十幾萬塊 對他來說根本是雞毛蒜皮 可是你賣給個人用戶 你賣他個兩三萬塊 他就哀哀叫 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族群啊 不要覺得說你的商品太貴或太便宜 因為貴跟便宜和價值沒有關係 只要你售出的產品價值高於價格 客戶就會買單啊